饭店床单浴巾 只要业者没做好清洁 上头可不知沾染多少 轻微客人留下的毛发或汗水 但不说您恐怕不知 这些遗留物可都属于个人隐私 不能轻易外流 否则小心吃官司 我们公司是认为 浴巾等物品是属于 房客在使用期间战戒 退房之后还是属于旅馆的财产 公司有处分的权利 那处分至于所有动产 并未侵犯任何的隐私权 全案公司已经委托继续上诉 原来高雄一名已婚的成姓男子 和一名胡姓女子有婚外情 成姓男子的妻子 因此雇请真姓社人员 跟随到旅馆了解情况 未料旅馆业者竟将两人用过 未清洗的床单 浴巾等物品贩售给真姓社 事由男子一状告上法院 认为床单等用品 附有他们的毛发唾液等基因 应受各资法的保护 业者未经同意就出售真姓社 要求业者必须赔偿60万 尽管业者辩称 浴巾等物品在退房后就是旅馆财产 旅馆有权利处分 然而法官认为床单等有毛发 唾液等个资 本受法律保障 因此判决业者需赔偿8万 有送洗的话就还好 没有送洗的话就觉得比较夸张 如果这样子的话 如果每一间住宿的业者都这样做的话 谁还敢去外面住呢 就是说他怎么会这样子 又是怎么牵涉到什么个子 我觉得现在好像把个子已经扩展了 有些无限上纲 尽管业者不服上诉 不过这堪称全国首例的判赔案 也让人不得不重视 哪怕只是一小根毛发 都受到个资法的保护 不得随意侵犯 解采庄捷言禁语 高雄报道